大家好,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有这样一部佛经,开篇就提到了佛陀知道这个地球上远古文明的样子 知道远古无数觉悟者是如何涅槃解脱跳出轮回的 这部佛经就是长阿汉经 我们知道四部阿汉是最接近于佛陀所说的经典 也是佛教最早期的经典 令当今人难以置信的是 长阿汉经曾经被人质疑是无法区分真伪的佛经 为什么呢 因为长阿汉共30卷50多万字 全部都是由一个天竺僧人背诵 再由另外一位汉僧翻译而来的 而这个天竺僧人就是五湖十六国时期的佛陀耶社 他长着一脸红色的大胡子 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 在西元四世纪 佛陀耶社一人一马穿越山海和沙漠 来到了长安城弘扬佛法 因为当时长阿汉经的这个梵文版本已经失传了 所以有人质疑 这个来自天竺的佛陀耶社一个人背诵五六十万字是有没有可能的 后来泰国出现了一整套用印度巴黎语记载的版本 叫长布尼加耶 因为在东南亚比较流行 而被称为南传长安汉 于是人们就把南传长安汉和佛陀耶社在长安所讲的长安汉进行对比 发现两个版本基本相同 就证实了这部佛经的真实性 在这部佛经中 世尊释迦摩尼佛就讲述了一个远古世界的秘密 根据多部佛经的记载 释迦摩尼佛一出生就有三十二项 也就是三十二种独特的体貌特征 长安汉说到 释迦摩尼佛直立双手过膝 天青色的毛发 毛发右旋 皮肤是金黄色 蓝色的体毛呢 但又发着金光 眼珠很大 眼睛是天蓝色 嘴里有四十颗牙齿 身材高大 比普通人壮实 也比普通人高 有记载释迦摩尼佛十二岁的时候 经过摄卫国国门的时候 头可以碰到门楣 可见 释迦摩尼佛的身高啊 至少有两到三米之多 他在摄卫国还亲自设计了 铸造自己八岁 十二岁和二十五岁的 等身雕像 这三座金像至今保存完好 八岁十二岁的雕像 存放在大小招四 而这个十二岁的这个雕像 已经比成年人大了很多 二十五岁的等身塑像 放在印度的正觉大塔 身高呢也有六丈 大概呢是现在的三点八米 唐朝的时候啊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 第十卷就记载 次北有佛族记 长尺有八寸 广于六寸 身壳半寸 根据唐朝的这个尺度计算呢 八寸就是五十四厘米 而现在这个姚明啊 身高两米二三 脚也不过三十厘米 由此可以推算呢 释迦摩尼佛的身高 预计有三点八米 释迦摩尼的植骨和佛牙舍利的尺寸也十分巨大 在长阿韩的三十二相里面呢 还有最后一条呢 叫顶有肉祭 这种长得像一个海洛壳一样的发型呢 在佛经中称为肉祭 肉和祭啊指的都是头发 范语的意思呢 就是突起的颅骨 我们看到在古文明 从古埃及的法老 南美古印加文明 再到远古的土耳其 贝尔利克市镇中呢 都出现了一个常人的遗迹 世界各地的贵族啊 也都出现过颅骨突起的这种现象 那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中描述呢 佛祖的颅骨呢 就非常的高 可以呢 身向天际 无法丈量 所以说啊 明显有一种呢 超自然的这种现象 普通人无法理解 所以呢 佛教雕像呢 就逐渐用了肉祭来替代 尤其可见 佛陀三十二像都是远古 超自然人类的样子 为什么说常阿韩 开一篇重笔就提到 世尊知道过去 现在和未来神通远大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就不是一般人类 他可以读懂上古时期 泛天留下来的远古经典 释迦呀 是古印度 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部落种姓 释迦族自称他们是太阳的后裔 释迦族自古啊 崇拜的神 就是太阳神 释迦族建立的王国呢 也被称为太阳王朝 释迦牟尼佛胸前 还有一个象征着太阳 放射万丈光芒的万字的这个标志 这也是三十二像之一 佛光万丈 太阳的后裔 释迦族的伟人释迦牟尼 不仅可以读懂上古时期的泛天 留下来的远古经文 他还知道一切光与光的秘密 有一天有1200多个僧侣 在舍卫国的花林洞旁边呢 讨论 他们说世尊简直太厉害了 神通远大 知道远古无数觉悟者是如何涅槃 解脱跳出轮回 太知道他们的智慧 年龄 名字 诸位 这天界出来的话语和智慧 世尊是如何知道的呢 这个时候啊 释迦牟尼还是在外面的一个地方 打坐冥想 突然呢 就有就听到啊 有人在议论他 于是呢 就走到了这个花林洞 仲比丘呢 就问释迦牟尼佛 请问世尊 这个地球上的生命 是如何开始的呢 释迦牟尼当场回应道 比丘当知 天地始终 结尽坏的时候啊 众生生命呢 终结 生光阴天 也就是说宇宙从诞生到毁灭 这一成一败 为之一结 一结过后啊 宇宙连同所有的生命呢 也同时毁灭 但是呢 这些生命呢 一睁眼呢 就回到了光阴天 释迦牟尼佛说啊 宇宙有三界二十八天 地球呢 充满了物质和欲望的这个欲界 光阴天呢 是色界之二产天中的最后一天 欲界和色界之上呢 还有无色界天 没有物质呢 只有无色身 也就是说只有意识的存在 最终的佛啊 在这里 佛有可能呢 就是宇宙中的巨大的这个意识 所以光阴天呢 就可能是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世尊说光阴天里面 生命呢 就被称为呢 光阴天人 他们神族非空 以念为实物 全身散发着无数的光明 维持他们存在的 就是这宇宙的巨大意识 为什么叫他们叫光阴天人呢 因为啊 他们口诀言音 光当与故 也就是说呀 他们无需声带发出声音 他们以光进行交流 在光阴天里啊 也没有隐私 你一发光 其他光阴天人呢 都能够感知你的想法 接着师尊又说道 当宇宙灭亡之时 新世界从灭盘中诞生 此时的宇宙啊 没有日月 没有时间 虚空中呢 全是漂浮的水 此刻经过一节的光阴天人 也到了命中之时 于是光阴天人呢 则飞泽出天界 去寻找新的家园 当他们从宇宙的边缘 来到了御界天的时候呢 这里的土地 已经从水中显露出来了 他们会降落在地球和其他星球上 此时啊 他们漂浮在空中 一边发光 一边飞翔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称自己为萨特瓦 就众生有意识的生命体 汉语呢 译为叫寒食 或者是众生 当一部分天人 在飞翔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地球上出现了个巨大的裂口 从裂口中涌出了一泉甘美的水源 吸引他们靠近 并满心欢喜的畅饮 然而呢 随着他们不断的引用 开始感觉啊 长出了骨骼 肌肉和粗糙的皮肤 原本明亮的光芒呢 也逐渐的暗淡消失 最终呢 光阴天人失去了所有的光辉 他们长出了双脚 从此呢 再无法飞行了 此时啊 天空当中呢 什么都没有了 仅留下了一片黑暗 根据世尊的解释 在天地陷入黑暗之后呢 就昼夜挑递 日月星辰呢 相继诞生了 光阴天人从光的形态 变成人类以后呢 只能呢 这个依靠呢 泉水为生 然而呢 这个泉水呢 会也会逐渐的枯竭 于是呢 大地啊 后来呢 便孕育出了一种 名为地肥的食物 地肥 口感美味 色音俱全 色香俱全 而且呢 非常的干净 然而啊 吃地肥的人们呢 也感觉呢 开始呢 发生了变化 那些吃地肥多的人呢 皮肤呢 也开始越来越粗糙 相貌的越来越丑陋 相反呢 少吃地肥的人呢 则保持着 秀美的光亮的皮肤 于是呢 美丑两派 在这个世界上 也出现了 最后呢 他们就互相猜忌 互相攻击 地肥呢 开始枯竭 土地上呢 开始生长了谷物 虽然没有泉水的甘甜 地肥的美味 但是好处啊 是随取随长 永无止境 后来呢 这些光阴天人呢 都蜕变成了人类 这些人类呢 开始争吵不休 他们渴望着一位王者 来领导他们征战 掠夺资源 于是一个神秘的种族出现了 被称为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 拥有一件宝物 名为呢 查克拉 是一种能够释放巨大能量的法器 转轮圣王可以借助查克拉呢 来穿梭于三千大千世界之内 速度极快 而且可以达到了阿赖耶的程度 阿赖耶呢 就是非常快的 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指的呢 就是可以呢 穿越整个的这个银河系 整个宇宙啊 都存在着四位转轮圣王 他们呢 飞行的速度极快 也被称为呢 飞行的皇帝 当他们降临到地球时啊 查克拉便会悬浮于空中 如同一艘宇宙飞船 被称为呢 轮宝 在《长阿汉经》中呢 也记载 意思是当查克拉在天空中显现的时候呢 会放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由于天上的巧项所制造 并非呢 来自我们的这个地球世界 转轮法王呢 也具有三十二只伟人像的一切特征 也是呢 身皮蓝色毛发 金色的皮肤 身躯高大 转轮圣王的寿命有二万八千多岁 查克拉呢 还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可以消灭一切妨碍 转轮圣王的敌人 在范宇的经典 和摩克波罗多描写的一场大战中呢 就写到 战争的双方呢 最后差一点呢 就动用了终极的武器查克拉 释迦摩尼佛呢 就说 他的前世啊 就是转轮圣王 如何呢 他不成佛呢 他也会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转轮圣王啊